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金本 第489年 489年 第二行 倒数第二行 倒数第二行 看这个抄 这一段呢 这是称性而谈 这个精意当然比较要深一点 那么能懂更好 不懂也没关系 这个要紧的是要老实面佛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忘心未尽 悠悠绵绵 视为命根未断 何断至空 情消渐泄 仁王家破 灭灭灰飞 命中之味 助望尽处 不争何待 求佛不献群 不可对 所以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个忘心未尽 这忘心 这忘心两个字里面 就有情深恒大的差别 在六道里面 这些凡夫 粗细忘心 通通居足 佛给我们讲 生死有两种 一种是很粗的像 叫做分断生死 另外一种 比较微细一点的像 叫变异生死 分断生死 只要断见思的忘心 我们常讲见思烦恼 或者讲见思祸 这个分断的生就了了 分断生死就没有了 但是还有变异生死 我们现在这两种生死都有 变异呢 像我们的年龄 一年一年增长 一年一年从年轻变老 这叫变异 变就是变化了 也是改变 跟从前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变异 绝对不是一年一年的变异 实在讲那时候 是刹那刹那在变异 所以我们现在的年中生死都有 那么粗的忘心断掉了 这叫静了 这个三界六道的 这个分段生死 是一段一段的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那么这个阶段呢 大的分 像我们人生这一生 是一个阶段 这是大分 如果要小分呢 也分得很微稀 甚至讲我们讲 一天一天都是一个阶段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也是个阶段 所以这个粗细分别很多 那么三界分段生死了了之后啊 它有变异生死 从小臣罗汉到等着菩萨 都是属于变异生死 我们讲菩萨 大臣圆教 有五十一个位词 这每一个位词的变化 就叫一次变异 变异实在讲呢 没有生死 生死是形容词 生死苦啊 这个一次变异啊 有一次苦难 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 我们从一年级很辛苦的去读 然后经过考试 在明年生到二年级了 就从一年级变到二年级了 这种叫变异生死 那一年级死了 二年级生了 就是这个意思 菩萨公威也是如此 从实行为的菩萨 变成施柱 施柱变成施行 施行变成施灰相 再变成施地 这叫变异 这个变异确确确实实 不是这个生有生死 是经过一番努力 努力很辛苦 把这个层次向上提升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呢 都叫做忘心未尽 那么由此可知 那个忘心真正要尽了 是什么人呢 是佛 佛便于没有了 分段当然早就没有了 那才叫疗生死 真的脱离 永拓生死 年终生死都疗了 所以底下这个忘心未尽呢 它包括的范围很大 两种生死都包括在其中 幽幽明明 视为命根未断 这两句是形容词 也就是指六道凡死 生死不断 死了之后 在一般来说呢 像地藏经上所讲的 倔罢多数 也有少数 例外的 我们都是讲多数的 多数啊 四十九天 就齐齐 他又投胎了 又去受身了 在六道岁 六道轮回 他又去受身了 命根未断 在三界六道里 绝对不是讲我们这个身体 这命根可不是身体 他不断的 他要在六道轮回 使身受身 无量皆来 没完没了啊 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着说 叫生死疲劳 确实是这个现象 我们自己受这个苦 自己不觉悟 自己不想得 那么这是命根呢 每一段这项 此地讲这个命根要断了 那就不生不灭了 生死就了了 这个命根才叫断 所以他这个命根 不是指我们这个受命 不是讲这个 或断至空 这个或是将见思烦恼 小成人见思烦恼断 三界六道的生死没有了 刚才讲的时候 分断生死没有了 他指者空 这个智空呢 就是小成人 所谓的偏真涅槃 这个就是智空 佛在大臣经论里面 常常呵斥他们呢 叫骄牙败重 凡夫执着有 小成人执着空 都是执着念变 当然小成比我们凡夫 是要高明多了 凡夫自有 游流到轮回之苦 小成之空呢 不能见性之苦 他们有六道轮回 但是他不能见性 本性里面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他不能牵起 他不能享受 那么这是小成人的苦出 这个小成人的苦 跟凡夫不一样 情消敬虚 情是烦恼 情是烦恼 没有了 烦恼没有了 断掉了 这个贱呢 是贱货 也没有了 也断掉了 情跟贱呢 都是属于妄想之处 这两样都没有了 这两样都没有了 人往家破 ota 淍�anced桜 谔灭灰 莫灰灰 灰灰灰 这是家 《登头》 那么这比喻这叫命宗 这是命宗 诸往尽处 不争何待 祸断之空 情效渐歇 这是从事实上说 后面这两句是比喻 这个要知道 就是比喻前面这个事情的 他的分别执着妄想 统统没有了 就像烟灭飞灰一样 没有了 都断尽了 诸往尽处 不争何待 这个是不是真心心露了 那么这个境界 最低仙度 是理业仙不乱 这是我们讲最低仙度 要是认真来说呢 那就是说于理业仙不乱 为什么呢 秤理嘛 秤信嘛 信得没有仙路 那怎么能叫真心 所以这是理业仙不乱的境界 比喻鲁汉高得太多了 真心心露 求佛不信心 不可对 我们要问为什么 我们要问为什么 陈安家说得好 明信尽信 尽信成福 这就是这个境界 尽信成福了 成福 当然见福 见福 必定成福 这个时候 见大地一切众生 同臣佛道 就是华言经上所说的 那么你要问 这个境界什么时候现成呢 原教初驻菩萨就见到了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语言错诸的境界 我们再看底下这个文 然而佛此无限 岂比临终 这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诸佛如来 大慈大悲 他确确实实有这个能力 帮助我们 证实这个境界只存在 这个境界也真实 所以 现前当来 必定见福 现前见 包括定中见 梦中见 临终 佛来 接淫 都算是 现前见 当来见 是生到西方 基罗世纪 或者是 立开六道轮回以后 所见的 那都说以当来见 所以佛的慈悲 浮现了 不必一定是在临终时候见福 我们在平常 修学之中 语言成熟了 也能够见福 下面举一个例子 是孟 实实实实实实 实人自不实 实实实实实实可可 实实处处 也许佛都在我们面前 我们不认识 当面错过 这种情形 确实 很多 这两句话 是布袋和尚说的 这个后面 小柱 幕后也还有 布袋和尚 在历史上 有很详细的记载 但是很可惜 这个记载里面 没有说布袋和尚的姓名 没有人知道他姓名 也不知道他的籍贯 不晓得他从哪来的 不知道他姓是名谁 那么他的特征 就是很肥很胖 满面笑容 每一天背一个大舞弹 到处去画园 人家给他东西 他往布袋里装 这就走了 这么样一个出家人 出现在南宋 高宗的时候 就是跟岳飞同一个时代 那么出现在浙江凤化 在我们老总统的故乡 在南宋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出现 老总统的家谱 老总统家谱带到台湾来 在他家谱里面有记载 记载着布袋和尚 就南宋的时候 他们曾经将布袋和尚 请到家里面来供养两个月 所以那个代表说 他们供养米勒佛两个月 在家里以后出两个总统 那么可见的 这个事情是真的 布袋和尚临走的时候 那他当然是欲知识智 他是坐着走的 说了一首记就走了 就说这首记就底下的记 米勒真米勒了 这就告诉大家 他是真正的米勒佛萨了 华身天卑 识识识识人 识人自不识 他这一首记说完了 就走了 就做华了 所以以后 我们中国人造米勒佛萨的像 都造这个布袋和尚的像 所以我们中国布袋和尚的造像 跟西藏不同 跟印度也不同 这个印度西藏的米勒佛萨像 就像我们观音菩萨像一样 面孔很清秀 人瘦瘦的 跟我们布袋和尚不一样 我们晓得他是米勒佛萨 好像另外一个 是唐朝是富大四的 是居士的身份 这个也是米勒菩萨的化身 佛菩萨化身 在我们这个世界 常常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不认识他 这就是说明 这个祝佛菩萨实时实现 也是说明 现前当来见佛的一个例子 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世人忠实心不颠倒 记得往生 阿弥陀佛极乐过头 这个经文 我们不但要数 要细心去体会 前面这段经文说 念佛人 在临终的时候 佛菩萨来接应 这一段是讲的佛力 不可遂 此地这一段呢 是讲自力 如果没有自力 佛力也加不上 这个法门叫做二力法门 自己必须要举杯 前面所讲的 一心不乱 是在平时 此地所说的心不颠倒 是在临终 你这个前后文仔细看 你就明了了 临终最重要的条件 是心不颠倒 纵然在平时 一心不乱走不到 那个没关系 临终心不颠倒 就决定的身 我们在观经里面 看到下辈往生 十六观里面 下三瓶 下上瓶 下中瓶 下下瓶 都是坐卧的众生 这是观经对九瓶 讲的详细 上三瓶 是大心凡夫 发达成心 中三瓶 是修善 持戒修善的凡夫 可见到佛法里头 大心是低了 大心也发不低 这个持戒修善 是中正 下三瓶 是造罪业的众生 下上瓶 造的罪业轻一点 下下瓶 造的罪业 极重 造极重的罪业 一生都没有闻到佛法 临终遇到善志时 劝他念佛求生净土 他神智要不清楚的话 那就没法子了 劝他都不能接受 他听不懂啊 如果神智清楚 就是心不颠倒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要接受劝告 这个时候 一心念佛求愿往生 佛也来借引 他也能够往生 那么由此可止 临终心不颠倒 是往生 决定的因素 为什么平时 我们要求一心呢 平时得一心呢 临终心不颠倒 就很有把握 这是一定的 平常不能得一心 临终心不颠倒 就没有把握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我们要想将来 这个临终时候 真正是心不颠倒 佛来接吟 自在往生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 第一个就是修自己的一心不乱 这对自己 一心不乱是定会呀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还有力量的话 我们修福 记得 这样就是福慧双修啊 福慧经上给我们讲的 多善跟多福的 英语 我们已经遇到了 这个英语不必操心 实在讲 英语很殊胜 这三个条件具足 这一定往生的 我们看读题 上阴灵的 是将于命中 这前面佛来接吟的时候 你看这个话呢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就更清楚 更明白了 佛来接吟是现前 为什么人没死嘛 活着的嘛 将于命中 他还没命中吧 这是见到佛来接吟 经营宗石 正暖尽失去 这个地方讲的宗石呢 这是恰恰 我们讲的时候 断气的时候 他的神石离开身体 心不颠倒 他清清楚楚 隐隐的 这个底下讲 心不颠倒者 一心不乱 故不颠倒 一不颠倒 故不生他楚 他一生念佛 念念祥往西方极乐世界 现在佛呢 他见到了 佛见到了 他一生呢 所向往的 目的达到了 你说这个时候 多欢喜 多么幸运啊 目的达到了 跟佛去了 这是讲的 这个时候 所以 最怕的 是临终 神智不清 这是最恐怖的 无论 无论修学 哪个法门 如果在临终的时候 神智不清 迷惑 迷惑 颠倒 这种情形 我们看到很多 可以说是 十十多多人 有这种情形 在病重的时候 不要说到临终的时候 病重的时候 甚至于 家亲眷属 他都不认识 我们过去 遇到一个老巨子 他得的是老人病 老人病 很可怜 病了七八年 最后的两年 好像他们家里 只认识一个人 在听到声音 只知道一个人 其他的人都不认识 到了快临终的时候 那个拜明的时候 那一个人也不认识 也不知道了 那么这种人 决定是随意 流转 他自己 做不了主了 这是事实 这种情形 我们看得很多 那就是给我们 真正的警告 我们将来 会不会像他一样 如果走的时候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希望啊 能如此 那就从现在 应该认真地 去努力修训 佛福萨 是人修成的 六道 也是人变现的 这问题 就是看我们 怎么走了 受罚界 这十条路 我们怎么个走法 要走到哪里去 如何让我们 真正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这一生 那就算是 有了很好的 陈情 我们仔细 冷静地观察 古往进来 那些 陈旧的人 你去观察 他怎么成就的 还有那些 修行失败了的人 我们仔细去观察 他怎么失败的 在这个里面 吸取教训 吸取经验 这是智慧 凡是成功的 得利于两个字 专精 凡是失败的 实在讲 也是两个字 都包括进来 散乱 这个散乱可怕了 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 中国 著宗 这些祖司大德们 后代称他们为祖司 这些人 实实在在说 都是由修由正 他们具足真实的智慧 提倡专精 每一个宗派 他的一个宗派 在大乘经典里面 取出一部分 性质相同的 建立一个修行的方向 向往一个修行的目标 所以分宗分派 那就是专精 根性立的 几乎不能成就 根性顿的 再要散乱 那成就就少了 实在上 实在讲啊 古大德 常常 说 敬宗发门 三根头被 立顿见受 这就是说明了 禅 要上上 上上根人 六祖 能大使在 谈经里面 交代得很明白 他所接引的 上上根人 在大臣之上啊 这才有资格 在他那个发门里面 成就 一般教下所接引的 是中上根人 中根人 学教 发愤 努力 困学 能成 那上根人 就是立根人 学教 那当然 不用说了 这个大开元解 相当于 禅宗的 明星见性 这个在 列代 高僧里面 我们也见到不少 至于下根人 顿根人 修学 其他发门 成就的 少 很少见到 但是 这一类根心的人 念佛 那成就 往往是非凡的 他有特别 殊胜的 成就 像谭虚法师 在这个念佛论里面 跟我们举的 修无私的例子 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这是在 哈尔滨 极乐寺 我们明明已经 约定好了 去参访这个地方 看看 修无法师 往生这个 大厂 修无私 是做水泥匠 出身的 做装瓦匠 不认识字 你要问他 尖叫 他一窍不通 他就知道 念佛 就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你看他往生 不自在 欲知 实知 不生病 那个时候 吉洛寺船接 接河上是 帝贤老法师 帝贤老法师 看到 佩服到几点 认为 这才是出家 修行人的 好榜样 你要问他 他成就凭什么呢 专金 专是专业 金是金纯 绝不掺杂 这他成功 他老给我们说的 地先法师 早年有个徒弟 咕咙样 那个人 根基就更差了 也是一句 阿弥陀佛 念三年 人家站着往生 这是我们的最好榜样 随金教不通 没有关系 不是耻辱 不能往生 那才叫真耻辱 千万不要在表面 这个样子好看 我们被这些假形象 骗了自己 我们晓得 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 知道根性不利 我们就修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一般讲 下下法门 但是他有上上的成就 所以叫不可思议 所以叫难心之法 真的是上上成就 上上成就 那必定是 这上上果嘛 当然是上上因 所以念佛法门 是摄放三世 业切诸佛 度动身成佛道的 第一法门 是一些无知的人 把他看作这是下下法门 这是度那个 无知无失老太婆的 这是被他们误会的 其实你要是度 无知无失老太婆的 华言会上文书福贤 也是无知无失老太婆 他们也发明求生净土 也一个一个都兑现了 所以山岛道大师 在四帖苏里 就真是苦口婆心地 劝导我们 要信佛 信阿弥陀佛所说的 信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的 信社方一切祝福如来 为我们推荐的 固然真心切运 不要说将来往生得大利益了 这个我在讲戏里 讲的很多了 现在就得利益 得什么利益呢 清心寡欲 生活幸福美满自在 这真的不是假的 不学佛的人 一年比一年衰老 念佛的人 一年比一年年轻 这话也是真的 也不是假的 也说为什么 就是心地清净 心地清净 专精一门 你心地清净 不可以搞砸了 不可以搞乱了 我们这一生 时光不多 即使你何夜不费 也算算也不过三万六千日 那个日历本子三万六千章 翻翻就没有了 我在国内 年七十岁了 三万六千日去了一大半了 我们才晓得这个法门殊胜 才知道这个法门之好 那么最低限度是 对我来说 我这个根性的 就非常适合于这个法门 修得快乐 修得很得受用 有一些人问我 什么叫开悟 什么叫正果 我的解答很简单 他听起来也很好懂 真正把四十真相明白了 那就是开悟 我们以这个方法修行 真正得利了 这就是正果 这个佛法的果实 利苦得乐 我真的利苦得乐 破弥开悟 是开悟 利苦得乐 就是正果 因此花报殊胜 将来往生的果报 比人殊胜 这是一定道理 所以大家要记住 专精 决定不咋 今天下午 中和那边 有几个同修来找我 说是他了 魔障陷情 有这个冤鬼跟着他 精神恍惚 坐立不安 来求我 在求我之前 他曾经求过很多的法师 跑了很多的道场 每一个法师 教给他一个方法 他的方法乱了 有许多法师 叫他念地藏经 叫他去摆凉黄灿 叫他去打水路 叫他超度冤情戴主 又叫他念金刚经 念楞严咒 念大悲咒 哎呀这是他头头都大了 他来给我说这个情形 我说我知道了 我说你永远不会好了 你这个毛病会一天比一天严重 到最后啊 无药可救 什么原因呢 散乱 过分的散乱 他来问我有没有救 我说就是有救 你听不听话呢 这什么方法呢 我说你从现在起 老实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所有一切经咒都不要念 所有一切道场都不要跑 你回家说老实念佛 他说那我要不要到这个道场了 我这个道场不要你来 他说我要出点功德 我说我们这个道场不要去 我说绝对不欺骗你 我说我也不要你来 也不要你在那里出一分钱的功德 你一回去老老实实去念上个半年 你的病就好了 他又担心 那个法师叫我念地藏经 我不念行吗 那个叫我念金刚经 不念不就有得罪了吗 我说那好了 那你没完没了了 所以要晓得专精之可贵 散乱就坏了 那就错了 一定要专精 你就是以学经来说 你要用十年的时间去学十部经 平均一年学一部 你的成绩平平 你很难出人头地 十年专门学一部经 你就出人头地 为什么呢 看看现代这个世界 用十年时间学一部经的人不多 你就是这一部经的专家了 你这一部经走遍全世界 一定受人欢迎 为什么呢 专家 我学阿弥陀佛经 夜神专攻阿弥陀佛经 专宏阿弥陀佛经 你要干上圣灵 人家见到你面 后长就会看到 你是阿弥陀佛在来的了 全世界的人想听阿弥陀佛经 一定头一个想到你 他不会找别人 为什么呢 别人不是专家 现在资讯发达了 交通便捷 请你来讲经不难啊 不想从前了 从前从中国到美国坐轮船 要一两个月 那的确是不容易 现在十个小时就过来了 非常容易 所以学一部经 弘扬到全世界 专金 不但能立他了 决定自立 自己得一心 自己得一心不乱 同样学很多的东西 说实在话 一心得不到啊 你这个心还是三岸 那么换一句话说 往生的时候 这个心不颠倒 很不容易 心不颠倒的人 一定是有福有慧 没有福会 也走不到啊 因为不颠倒 所以他决定不会升到别的地方去 是随着他自己的愿望去往生 详见阿弥陀佛 决定见佛 详生进土 决定得生 即得者 因其所严 这是讲的快速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超 超 也是莲池大师 自己做的 颠倒者 颠倒者 尤其平日 随顺妄想 不休 正念 心躲散乱 如其所谓 将血 暖除 一身所作 居使 先前 心身 恍惚 动之 恍惑 我们先看这一段 那么这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叫编讨 这些理 思 我们都要清楚 这一部经 经文字字句句 跟我们一生 生活的幸福 跟我们将来 想大到的圆满目标 有密切的关系 而廉耻偶遇了 疏操要解 等于是 为我们 道友 我们去了 很深属 不认识 这两位大师 是道友 一样一样 详细为我们 说明 为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 以及一个 修进出 现在的 生活状况 这个 分一场 非常的 难得 我们在这个里面 去体验 在这个里面 去学习 那就叫真正的 修行 所以先要认识 什么叫颠导 然后认真 反省 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有没有犯这个故事 我们这个经呢 就没有白念了 没有白听了 尤其平日随胜 妄想 不修 真念 这两句话 最重要的 我们平常 我们平常 是不是随胜 妄想 随胜 妄想 不知道 随胜 妄想的可怕 不知道 随胜 妄想的 结果 这就叫 迷惑 佛法常 讲迷跟悟 什么叫迷 什么叫悟 妄想 现前了 立刻能够觉察 那就叫悟 所以宗门常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念什么 妄想 如果不觉 就随胜往下了 就随胜了 一念觉 觉觉不如随胜了 所以一念觉 这个觉就是真念 这个很要紧 其他种里面 这个真念 介绍很多 也就是定义 由全身层次不同 我们初学的人 中下根性的人 很难把握 尽踪这个真念容易了 非常容易就把握住了 真念是什么呢 就是六字红语 那我们的觉 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就觉了 你看 妄念一起来 第一个妄念起来 第二个念头就 南无阿弥陀佛 用一句佛号 把妄念打掉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 念念相语 就是保持真念 这是尽踪 比其他中间 容易修学的地方 所以他几年单 容易 稳当 快速 再愚痴的人 下下根人 叫他念一句 阿弥陀佛 他都会啊 提起真念 就是提起佛号 我们念佛人 佛号就是真念 我一一正念 决定没有其他第二念 我们心就不散乱 这个心 心力就集中了 诸位要想着 这个精神意志集中 我们拿现代人的话来说 现代人最时髦的 最流行的 最向往的 这是变化体质 我们念老了 如何把我们的体质 变化给年轻人一样 有没有方法 有 什么方法 阿弥陀佛 可是他问我 有没有 我说有 什么方法 我念南无阿弥陀佛 他完全不懂 他体会不到 就是一心念阿弥陀佛 心里什么都没有了 只需要半年 你的体质就变化了 这个一点不加 身上本来有很多些毛病 半年之后 心清静了 大臣经上常讲 医报随着正报转 我们身体还是医报 心念才是正报 念清静了 心清静了 这个生理上细胞组织 他自然就调整了 就恢复正常 现在 科学家还没有能观察到这个事实 这个的确是事实 不要看医生 不要吃药 药不是好东西 药里就有副作用 没有好处 最好的就是调心 我什么药都不吃 我在新加坡讲究 我每年都到新加坡去 那边同修见到我了 你怎么一年一年都年轻了 都不老啊 你用什么方法保养的 我就告诉他 我说有啊 他说你吃什么补品啊 我说台湾呢 自来水公司出品的 自来水啊 我没用别的 你看我洗脸 一年都用不了一块肥皂 那这块肥皂 洗脸洗澡都用它 一年都用不完一块 心情劲啊 这个重要啊 所以这个散乱啊 不但你修道是大障碍 对你身体健康 也是莫大的障碍 这个要想得 所以说佛 无论学哪一种 无论学哪个法门 只是方法手段不相同 方向目标都相同 秘诀就是专精 你要参产 专精参就 你要吃咒 专精念咒 你要学教 专精去学精 没有别的 专精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念佛 念佛方法简单 比参产 比持咒 比念经 多简单 多容易 聪明人 选择最简单的方法 这个轻松不吃力 所以古人讲啊 念经不如念咒 什么原因 咒短 经常 又说念咒不如念佛 佛号更短 更简单 越来越简单 越简单的越殊胜 越简单的越是第一 这个要知道 所以我千万要记住 日常生活当中 决定不可以随身的妄想 换一句话说 念头起来 不管是善念是悟念 那个不要去理会 善念也是妄想 念头一起来 就念阿弥陀佛 转得越快越好 不可以随身妄想 这是说一般人呢 他随身妄想 不修真念 心度散乱 这是很苦啊 所有一切烦恼 都从这个散乱里面 流出来的 那么人在临终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精神意志力量最不弱 也就是心 心力控制不住 那么换一句话说 阿赖爷里面 寒藏的夜系种子 这个时候统统跑出来了 所以在临终之前呢 见神见鬼 这是我们到这个医院里面去 看一看 都想得 所以医院的医生护士们 都相信有鬼 他们见到太多了 这个病人 看到他的家亲眷属 都是已经死了的人 都看到了 还有看到很多恶现象 恶的像 非常难看的像 见到这些 正如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所说的 是不是真的 是他的家亲眷属呢 不是的 都是冤家寨主啊 并现出 他家亲眷属的样子 冒充的 来勾引他 这病人就跟他去了呢 那么这就上当了 他就要来报复他 是这么一回事 这佛经里头都讲得详细 这是医生的 所做的这个善悟 业在这个时候通通下去 心神恍惚 动之挥霍 这就是平常我们讲的恐怖 心神不安 前途渺茫啊 这是人最苦的 我们人这一生 什么样的人最幸福呢 什么样的人最快乐呢 他这一生当中啊 他有一定的方向 他有一定的目标 这种人最幸福 最快乐 假如他只有一生 到他死了就完了 就为止了 那临死的那一刹那 他感觉的前途渺茫 他在这一生当中 他有他的方向 有他的目标 有他的事业 他一生做的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 得到美满 如果他能念佛 再以求生净土作为后续的目标 那他真快乐了 真自在了 这一生当中很快乐 很幸福 过这一辈子 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更快乐 更美满 那叫真正的幸福 真的 实实在在的 如果不求生净土 这个待业往生 修学其他法门 靠自立 难了 太难 太难了 这是一条光明的大道 社方一切祝福都赞叹 如果不修这个法门 或者这个法门不是专精修学 这法门没修得成功 那么来生必然是随意受报 在底下说的 映入地狱之 道山剑树 世作园里 看作是很美好的花园 进去逛去了 一进去之后 才知道那是地狱 那是道山剑树 你看走了眼 看错了啊 印度出生者 马夫离胎 任作唐语 这是讲到出生里面去投胎 它建造是什么现象呢 建造是华丽的宫殿 是很豪华的住者 看到非常喜欢的 到里面去看看 这一进去 就入了胎了 这变成出生了 这一类的事情 在古人笔记小说里头 英国报应记在里面 就很多 我们能抽出一点时间 去看看 对自己确实 是很大的警惕 就令作山 赫生人天 为您正爱父母 这一段事情 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它这个言语小柱里头 所引用的是楞严经 楞严经上的经文 这个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 所以父母跟子女 四种缘分 所以报恩 报怨 讨债还债 这四种恩怨 最重的就变成一家人 稍微酥一点 就变成亲戚朋友了 所以一定要知道 古人常讲 一银一桌 莫非前定 所以我劝同修们 多念了凡思讯 多念了凡思讯 叫你知道什么事情呢 叫你知道 因缘果报 是一定的 一银一桌 莫非前定 我们在马路上走 遇到完全是陌生人 有人看到 给你点点头笑一笑 因为人一看到了 那个样子表现的 就对你看很不顺眼 这我们都常常碰到的 我们心里领着 过去声中跟他有缘 他跟我点头笑一笑 过去我们也有点善愿好运 见得我 看得我不顺眼 过去是大概 总有一两桩事情 对不起他 三世英国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节目 这些摆在面前的事实 就是证明啊 家亲眷属也不例外啊 这就是说 纵然我们一身行善 这个身 这个身 以佛经上来说 就是 无界是身 在中国儒家来说 伦理也道德 我们身到仁天 也免不掉 对于亲人 还有憎爱之心 活宽 还有无时 借来的烦恼吸气 这就是说明 真正聪明人 真正觉悟的人 不再搞仁天 小谷了 不干了 一定要求生 净土 求生净土的好处 利益 一定要知道 你才会发肯定 那就是说 往生西方 击落世界的 成就之快 他方世界都比不上 我们在观景里面看 九评往生 我们从下下评 看起 下下评 生凡生同旧 下下评 下下评 干嘛 无腻实悦 造这样重罪的人 临命中时 一念十年 当然我们往生 决定不在下下评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造这么重的罪业 虽然造的罪业不少 但是不会这么重 那么也许是在下评 那么也许在下评中生 下评中生 六节就花开见佛 花开见佛 是什么地位呢 别叫出地菩萨了 你要记住 六节就出地了 如果在苏婆世界 要修多少时间 才能到出地呢 两个二生七节 才能到出地啊 对边修两个二生七节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六节 你看怎么能比 如果我们是行善 不是做我行善的 在我想我们同修当中 一大半 心地很善良 行为很善良 我们修善法去往生的 按照这个九频的条件 我们应当是在啊 中频上升 或者中频中生 那么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多久的时间花开呢 七七四十九天 在这个地方 要修两个二生七节 到西方世界 只要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 是我们这边的时间 西方世界没有宁月日时 这个大家晓得 所以佛所讲的时间单位 通通是我们这个地方 四十九天 不到两个月 你就成了 别叫出地菩萨了 所以你要问 华言会上 文书普贤 为什么要求愿完成 文书普贤 使华藏世界等就菩萨 他在华藏世界成佛 破那一瓶最后身相无名 还要一段相当的时间 这个修行越到高位越困难 你看这个第一个二生七节 这都是讲别教 不是讲原教 第一个二生七节 修满三贤位 这是识识行识会相 第二个二生七节 出地到七地 第三个二生七节 八九十三个位置 那么换一句话说 等就菩萨要破最后身 一瓶身相无名 你就可想而知 他要用多少的时间 那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到西方 就化开进佛 他那一瓶身相无名 就断了 就成佛了 哪一个等就菩萨 不希望到基罗世界去 不必浪费那么多的时间 不必受那么多的辛苦 见了阿弥陀佛就成就了 我们把这些道理 这些四十真相 统统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摄放三世 一切如来偏战净土 道理在此地 所以这个法门 是戒因根属动神 所谓根属 无量借来 他所种的善根 佛得今天成熟 成熟 他一借出 欢喜相信 啃发心 啃念佛 这是成熟之下 不成熟 接触之后 欢喜先不能生起来 不能够信受奉行 那不成熟呢 佛就叫他一切 大小成的法门 帮助他成熟 所以要知道 这个法门是专介 根熟众生 那么根属众生 要用现代话说得清楚 明白一点 就是这个人 这一身成佛的机会到了 是戒因这类的 他成佛的机会不到 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对他 不起作用 他是专介音 成佛众生 如果他对他 成菩萨 成果罗汉 那是另外法门 这个是专介音 成佛的 所以叫夜生成佛的 法门 夜生成就的 法门 下面说 乃至小圣粗心 小圣 是指 沃罗汉 粗心 是指 全教菩萨 又不能 正知出入 这个正知出入 就是讲 出胎 入胎 出胎 沃罗汉 跟全教菩萨 都有各因之理 他们来投胎 很清楚 这个不像普通人 他要以 这个硬化身 到这个世界来 度有缘的众生 他来入胎 他在胎 这个胎包里面 不舒服 他在胎包里 就像住在宫殿里面一样 很舒服的 不像凡夫 因为凡夫 他没有这个业 出胎呢 他就迷了 过去事情 又忘掉了 不过 不过这些 圣者 毕竟 他的功夫 底子厚 他迷 就迷失 他不会一身 所以金刚经上 师尊教的 大菩萨 要护念 诸菩萨 就是护念 这些小菩萨 就是指这一类的 小圣粗心 到时候 要去提醒他 这个一提醒 他马上就觉悟 就恢复了 所以这个是 罗汉 跟这个全教菩萨 都有个因之谜 不能正知出书 借所未颠倒也 可见这个颠倒 不但是凡夫 三臣甚至都还不免 臣死颠倒 三戒七去 七去是乐年上说的 普通我们说六道 说六去六道 七去加个仙道 神仙的仙道 乐年经里面 叫七去 水一夜受伸 这就是六道轮回 水一做自己 业力去投胎去 去受伸去 大致上我们来观察 一般水一夜受伸的人 在三窝倒是多数 三善倒是少数 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的 业力 我们自己冷静反省 我们不要看别人 反省自己 我们从早到晚 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年 我们齐心动念 是恶念度 是恶念度 还是善念度 就晓得 将来自己 这个 随意也流转 到哪儿去了 什么是恶念 什么叫善念 念念要利益 一切众生 这是善念 要给一切众生 真实的礼 这是善念 念念度为自己打算 这就是恶念 哪个人不为自己呢 为自己没有不多三个道理 为别人才能得人天 修行人 修行人修得很好 戒律经验 心底倾尽 如果不求生 净土 大多数都在欲界 色界那就很稀有了 很稀少了 为什么呢 这个色界天的条件 五欲断掉了 财色明识税 确实不动心了 这才能到色界 假如财色明识税 我四十离开了 心有时候还动 欲界 不能到色界 为什么呢 欲念美断 这是真的 这些事情不要问别人啊 自己这个经验多了 就晓得了 笔照笔照嘛 我的标准在哪里嘛 我对于五欲六成 还会齐心动念 换一句话说 粗产美分啊 修得再高啊 也不过是 他画自在天啊 那就不得了了 不能出三界 这个要知道 随意也受伸 是很可怕的事情 经济一心不乱 这是让我们念佛人 平常的功夫 我们修清静心 不乱说呢 决定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 我们先求这个不乱 这内领正念 这个正念就是一句佛号 一句佛号念到底 心里面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 这是正念 念 就是精心 就是你心里面真有了 那叫念 不是挂在口气上 我们口令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叫称名 你看这个十六观金 最后 最后所说的 这个念佛 这个人 病人 业障很重 临终说 不能一念 就叫他称名 可见了称名 跟意念不一样 意念不一定是称名 我们虽然 没有把阿弥陀佛 挂在嘴上 心里都时时刻刻 把阿弥陀佛挂在心上 那叫做你 就是你心里头真有了 真有阿弥陀佛了 那就决定会往生了 就感应到教了 外感佛言 外面感应的时候 阿弥陀佛临终来接应 十次报后 今生必过 如佛言 随其心进 则复途径 西方世界 有司徒三倍求平 这个亲近的程度 不一样 随着我们心地亲近的程度 去往生 最极亲近 上平上生 才得个一两分亲近 凡胜同居 凡胜同居图 下平往生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平位高下了 欧益大师讲 在我们念佛功夫的前身 功夫什么 就是心 亲近心的 纯度 功夫是指这个 不是指别的 不是讲 我一天念多少佛号 叫功夫 不是指这个 假如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心都不亲近 那就古人所讲的 你喊破喉咙也枉然 我一天佛号 虽然念得很少 但是心确实亲近 那个功夫就深 所以在功夫的前身 而不是念佛号的多少 可是佛号呢 古德常常劝我们 要多念 多念有好处 因为我们是凡夫 我们习习很重 不念佛就打妄想 所以念佛呢 就把妄想取而代之 用意在此地 真正讲功夫 是讲亲近心 好 我们念佛回家 好 我们念佛回家 好 我们念佛 感谢观看